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爆米花电影,我是你们最爱的米花妹妹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静止的爱,善良的小姨子 花飞花,舞飞舞,夫妻间的感情有时也很奇怪 恋爱的时候如交似妻,可是一旦结了婚,爱情也跟着一起进入了坟墓 原本善良木娜的丈夫,在看到性感满烟的小姨子是否也会把持不住,背着妻子欲行不轨之事 故事一开始,性感火辣的惠美带着女助手杨牛去参加解决淑芬的婚礼 一上台,俩姑娘就上去表演热辣舞蹈,引得全场观众为之疯狂 你说淑芬结婚,你跟着跳舞,到底谁才是主角,心里没数吗 完事后,她还不忘给淑芬以及新姐夫旺财一个热情拥抱 幸亏淑芬是个贤惠的女人,从小到大,她事事都让着惠美 权当她是为自己结婚而感到高兴,并未往心里去 不过,话说回来,旺财有这么一个小姨子,以后不知是幸福还是噩梦啊 话说小姨子虽然看着很妖媚,但绝对是个品行端正的女孩 她有个私人心理咨询中心 不过,整个中心就只有她和女助手两个人 从她昨天的热舞能够看出来,她和助手可谓是风情万种 所以来这里寻求心理治疗的,大多都是一些不能直立行走或者内心郁闷的老男人 每天中心还没开门,就有一大批病患早早等候在那里 惠美有个绝技,只要来这里的患者,她就会利用催眠术 让他们在温馨的大房间里睡上一觉,保证啥事也没有 当然,这是很正常的心理暗示罢了 不过,这帮小老脑子里想的是惠美也控制不了的 不过,最让惠美无奈的是,为何所有男人放松下来脑袋里想的都是坏坏的事 实色性也 你说吃喝不愁了,还不允许别人又干点什么的小冲动吗 另外,惠美除了经营自己的中心,凭借她和助手的绝美身材 还会参加选门方面的比赛 不过,但凡这种比赛,多少都会遭到一些流氓摄影师的骚扰 虽说是被摄影师洗胸吃了豆腐,但惠美可不是个小绵羊 不是谁都能随便欺负的 在搞定了摄影师后,终于开始了拍摄 要说惠美可真是风华绝代 不管是浴缸还是沙发,她都能用自己的超S曲械hold住全场 这前途后撬的身段摆出各种姿势 就算摄影师再老实也会把持不住的 其实在惠美看来,自己虽然性感美艳 但是她只是想用美貌来换取名利 并不想用身体来争取上位 所以尽管她的照片妩媚动人 但眼神中还是透露出一股自信 由于从小她和淑妃就形影不离 所以姐姐结婚后也不能抛下她不管了 毕竟她是个除了秀身材生活中啥活都不会干的人 但是自从她来到了这里 旺财每天的日子简直是冰与火的挣扎中徘徊 试想一想,一个男人刚刚下班 远远站着你刚结婚的媳妇 还有个胸部比脑袋还大的小姨子 像一只拉不拉多的跑过来 在你身上蹭来蹭去 但凡正常一点的男性 哪个能受得了这个 旺财作为一个无好青年 那当然是一个字的忍耐啊 可是过来人都明白 这样下去要别出内伤的 这不就因为惠美今天喝多了 旺财将她抱回她的房间 原本这也没啥 但旺财毕竟是个男人 就在她放下惠美的一瞬间 她第一次如此近距离 看到惠美迷人的睡姿 闻到她身上诱人的香味 再看到惠美一双洁白如雪的羞伤大腿 旺财渐的有些一轮轻迷 她罪恶的小手 无自觉的朝着惠美的方向慢慢移动 就在她即将触碰到罪恶之地时 淑芬的呼喊声将旺财拉回了现实 也不知是尽兴还是失落 不过总算没有酿成大祸 可是旺财只要一闭上眼睛 满脑子都是她的薄涛汹涌 哪里还有心思与淑芬闻存 即使淑芬使出了浑身解数 旺财根本无心应战 只能借口说自己太累草草技术战斗 贤惠的淑芬并没有责怪丈夫 她觉得都是旺财平日来工作太辛苦了 毕竟旺财要一个人支撑他们全家 她作为老婆一定要给予她更多的关系和爱 我说你这傻姑娘可长点心嘛 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 你脑袋真的笑道 为了帮助旺财尽快摆脱萎 淑芬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惠美 希望惠美能够通过心理治疗的方式 让旺财重振男人的雄风 旺财知道后十分恼火 将淑芬臭骂了一顿 可是看到惠美后 她立刻恢复了笑容 为了尽快能够了解旺财的病因 惠美照旧给她来了一套催眠疗法 随着旺财对幻想画面的描述 惠美这下彻底惊待了 原来自己竟也是姐夫的幻想对象 梦里都是惠美打满马赛克的画面 惠美没有想到旺财对她这么痴迷 唉 看来男人都是用下体思考的动物 一点也没错 惠美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辗转粉色 这该如何是好 如果将这事告诉姐姐 不仅他们夫妻可能走到了尽头 就连姐妹都可能没得做 惠美曾尝试着劝劫旺财 旺财听从了惠美的建议 在晚上夫妻共同活动的时候 旺财在效率上明显强患了很多 可是她的脑袋里 还是想着与惠美各种少而不宜的场面 这次的治疗只是暂时地缓和了 旺财和淑芬的尴尬处境 很快又爆发了新的矛盾 淑芬伤心地哭着跑出去 找惠美求安慰 惠美知道长此下去不行 于是她做出了惊人的决定 亲自上阵来实现姐夫对自己的幻想 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开姐夫的心结 可是她这样做很可能会让自己失去一切 但是为了姐姐 她还是决定牺牲小我 但姐夫得知后劝她欲望远远不断地大海 不是你想抗衡就能抗衡的 一旦欲望的闸门打开 他们很可能万劫不复 但是看到惠美这么坚持 旺财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第一次的治疗他们选在了偏僻的厕所 这口味真不是一般的重啊 两个人小心翼翼地进了女厕所 找了一个偏僻的包间深入交流 惠美也是个急脾气 撩开衣服就让旺财般正事 旺财中在脑海中幻想了这么久 这下子终于实现了 她如同一匹恶狼一样 扑在了惠美的身上 由于此地环境特殊 俩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不敢有太大的动静 可依然被路人听到 但他们也不会在乎这些 毕竟开心最重要嘛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在治疗室的时候 两人依旧在放飞自我策马奔腾 旺财由衷地感谢惠美 这是她第一次体会到真正的快乐 也是第一次体验憨憧淋漓的感觉 可惠美又何尝不是呢 第三次的治疗 两个人更加地放纵 选择了景色一人的野外 两人以车为床呼吸着大自然新鲜的空气 缠绕着彼此的身体 只是惠美没想到 她渐渐地有些喜欢上了旺财 这时候旺财拿出了戒指向她表白 惠美陷入了无限的纠结 也许俩人的关系是时候结束了 可是欲望的力量太强大 尽管彼此间已经很克制了 但是夜深人静的浴室中 惠美本想洗个澡 让自己忘却烦恼 时之旺财再次冲起来 与她再次大战了起来 两人从林义军一直来到了外面 如果说之前淑芬没发现 这时候整出这样的动静 淑芬就算是木桃 此需早已经了然于胸 她能做什么呢 只能在床上痛苦地辗转反侧 经过了一夜的思考 淑芬做了个痛苦的决定 既然从小到大 都是她在让着惠美 不管是面对父母的责打还是别的什么 她都挺身而出保护惠美 既然惠美喜欢旺财 她只能默默退出祝福他们 她试着用冰水冷静 可是她还是做不到 最终她只能默默地收拾行李 悄悄地离开了家 两个都是她最爱的亲人 她还能做什么 她只能离开了呗 在一看到姐姐留下的信后 惠美内心还是非常内疚的 她果断地快刀斩乱麻 哭着给姐姐打电话 不断道歉说她也不想的 本来自己是来治疗的 结果却假戏真做 伤害了淑芬 她首先希望淑芬能原谅自己 并且还想方设法给他们制造机会 什么样的机会才最好的 当然是让旺财彻底的醒悟了 于是她就让旺财去参加了一个化妆舞会 这里的人都戴着面具 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长相 在舞会上 她成功遇到了一个美女 在美女的条斗下 她跟着美女来到了房间 他们一分深入友好的沟通之后 旺财感到相当满足 可就在她揭开美女的面具时 意外地发现眼前的女人就是淑芬 旺财这才明白 自己只是想找刺激的感觉 淑芬每天忙于照顾家里 早已忽略了对自己的保养 脸蛋虽然没有惠美年轻漂亮 但身材还是差不多的 毕竟是亲姐妹嘛 这时旺财又有了新的想法 能不能姐妹两个一起 在意识到自己的重大错误后 旺财也彻底解开了心结 故事的最后 她和淑芬重归于好 并且淑芬还成功地还上了孩子 未来将会生活得更加幸福吧 爱情是什么 爱情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呵护的 在这里小编不想去抨击别人 但是小编想说 性和爱并不是不能共存的 不过要搞清楚的是 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 人类有良好的刺恐能力 和对事情对错的判别能力 如果一味地满足自己的信誉 而不是爱情 那么这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想要爱情长长久久 恋爱的双方需要多点关系和理解 少点猜忌和埋怨 这样的爱情保质期才会更加长久